欢迎再次回来我们畅谈火的物理学 先前几节简单介绍了一些化学家的概念 以及关乎火里面牵涉到的热平衡的一些概念 接着来我就要解释 为什么火会有这样的颜色呢 一个自己小过的经验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分享得到 我很多时候会以为火光这个部分是温度高一点 如果在我小时候问我 这个火究竟黄色的部分热手一点 还是下面蓝色的部分热手一点 我想我会说是上面光一点黄色的部分 没办法 因为这个纯粹是我们直观的经验 我们看到发光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觉得意识到有一个危险 反而我们看到暗的东西 我们会以为它不是那么热 但当然在这里我会说 就是说是我们的感官压了我们自己 如果大家真的看看家里那种明火煮食的炉头 那种蓝色的火 那种伤人的程度 是绝对远远高过黄色的这些火光 法学家告诉你 因为它里面的燃烧更加徹底更加干净 当然这是其一 也是可以解释到这个部分的现象 但是我想大家更加注意到另外一个概念 物理学家如何去看这些这样的颜色和温度呢 在这里就要提一提一个概念叫黑体复射的概念 或者我去问一问再扯一扯开提一样东西 太阳本身它作为一个发光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告诉你 一个太阳它的温度是多少呢 那当然你要说太阳的哪一部分呢 如果以太阳表面来说 一个我们很容易查到的数字就是说 6000度 这个6000度是其实又用一个单位 就是6000的开时温标 它和摄氏度呢 是差了273 所以一个太阳它大约就是摄氏5800度左右 一个比地球上都已经高很多的一个温度了 地球上能够及到这个温度 除了实验室自己人工制造之外呢 就讲的是自然界里面 在地球核心里面 可能才会去到6000度那么高的温度 我们会发觉这些那么高温度的东西呢 它会很容易给出发光的一个现象给我们看到的 如果不讲太阳 讲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我们看到的光是可以由一些温度提升 带到给我们一个发光的现象呢 火算是啦 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用的乌尸灯胆 就是乌尸灯胆 如果讲到电磁学的时候 我就慢慢就会讲一下 究竟里面那种电磁学的过程是怎样 大家在这里简单一点说就是说 当那么强大的电流穿过一个那么小的灯丝的时候 它的电阻非常之大 于是乎里面呢 它会将这个灯丝加热到非常非常之高温 当它加热到去上千度的时候呢 它慢慢就会发出红光 它再加热多一点呢 黄光 OK 其实再去到极端一点 你会发觉完全消热了 就是有一个白光 一个白光 如果你用一个三灵镜去拆一拆它的光 你会发觉整个彩虹光谱就出来了 里面有红橙黄绿蓝电子 那么多种颜色 那么科学家其实他就会说 这些我们看到 这些这样的我们叫黑体 乌斯灯淡 太阳 甚至乎火苗 这些这样的自然界的现象 其实都是一种叫black body 一种黑体 它放出来的光是直接跟它的温度有关 那么在这里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些方程先 首先不要问为什么先 其实在我们这一个这样的白色 就是这个board 有一个很简单的这条色 已经多多少少反映到的了 我首先圈住先 或者如果我用另外一个的 我用另外一个符号 不用这里的m了 用r比较容易反映到radiation 辐射放射的这个概念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一个这样的黑体 或者这个火光 它每秒钟在每单位面积 会有多少能量穿出来 原来是跟它的温度四次方是成正比 那究竟我们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温度是温度的四次方呢 那这里首先卖个关子先 因为要很仔细地去理解 这条公式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到 一个叫做黑体复射的概念 好了 在这里转一转 画一画一些给大家看 在刚才的这种这样的火光里面 我们就会说 如果你真的去尝试 用一个三菱镜去刷它的光 你一定会看到一条彩虹 但是这样不够仔细的 我们更加想问一个问题 在这条彩虹里面 哪种颜色是最实色 最多 原来我发觉跟温度是非常之有关 在这里我很简单画一些图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图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将这个火光发出来的光 再用三菱镜去刷一条彩虹出来的光谱 做一个亮化的表达 我会发觉很容易画到一条这样的线出来 一条好像鲸鱼那样的线 这里这个转就会告诉我 这些光它本身的波长 如果不熟悉这个概念的朋友 不用担心 如果科学家去讲这些光 它的颜色 很多时候不会用颜色来表达 因为这个纯粹是人的感官 我们人其实能够看到光的范围非常有限 只能够占到整个电池光谱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之小的部分 我们就叫这个部分叫做一个可见光的范围 那大家有个印象就是说 在我们宇宙里面充斥处的光 其实我们肉眼不能见的那些不可见光 是远远远远远比这个可见光要多很多 那我们用一个亮化表达 一些紫外或者红外的一些不可见光 它的波长会有不同 红外光能量低一点 波长长一点 紫外光杀伤力强一点 尤其是对女士皮肤 因为它真的是一只能量比较高的光 甚至乎对我们的肉眼也都伤害会比较大 它的波长会是短一点 究竟为什么它是这样呢 我一直讲到两子物理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这个概念 但我首先跳过了其他的概念 去介绍一个亮化的彩虹光谱 我们会这样画的 如果这里反映到波长 在我右边就是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部分 比较靠近这个圆点就是一个波长比较短的部分 我们会发觉很有趣的 在一些大自然界的黑体里面 很容易就会见到 我稍微拆一拆一拆一条线 重新画一画过 OK 我们会发觉很多时候 这些黑体都会呈现一个 这样的瓊鱼形状的表示 温度越低的东西 它的瓊鱼 就似乎越是扁平 而且高峰的位置 也会出现得在比较厚 一些温度越高 光也会越强的东西 它那个瓊鱼的山峰 也会出现在更加前的位置 整体来说也会更加高 这些这样的形状 大家可以有这样的印象 其实都是用应该质量诮生寥装 度的时候 不光是使用铊鑼的三菱镜 将一个彩虹的光环拆出来就算 如果你想硬要画一张彩虹 这个彩虹居中的位置 大家可以想像 例如有一些光明比较長的天 大约在这样的位置 然后一提喇少数有红蜭 长大约位置 一些波长比较短,能量比较高的光,你会发觉就由这里可以看到 我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之不成比例地,夸张地去表达了 这一个就是所谓的可见光的范围,由红光至到紫光的范围 但当然,实际上如果你去网上查这个这样的光谱,这个叫普朗克 一个Plank Distribution的光谱表达,和我这里画的,你会发觉 我很容易发觉我这里粗略很多,但我这里只是想表达一件事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光,只不过是整个光谱里面一小部分 而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地去量度的话,我们除了将这些黑体 譬如说将这些太阳,火光,乌斯灯弹的光,用三菱镜拆出一条彩虹之外 我们还可以仔细问一下,每一种颜色的光,它是究竟有多少有多少 我们会发觉,一个温度比较低,譬如说像这一种 它可能得一千度的摄氏度 这个可能高一点,它在说六千度的摄氏度 这个可能再高一点,在说八千度 越高温度的一个黑体 它就能够越有效地发出更加高能量的光 越低温度的那些,只能够发出一些 越低能量的光 如果你说硬要画一个人的黑体辐射 硬硬在这里表示,我会这样画 一条非常非常扁平的瓶鱼线 然后那个山峰 其实就会摆到大约是软红外线的范围 这个就可以解释到,就是说 大家如果去出入香港的入境处那些关卡的时候 会有人去帮你量度体温 它不需要真的摆个温度计 来去量度你的温度有多少 它只需要用那个叫软红外线探测 而去探测一下 由你身上所发出的软红外线有多少 就知道你的温度有多少 其实这个物理过程背后 就是将你视了一件 会发出光的黑体 来去量度你的温度 人的温度只有37度 所以出来是一条非常小的线 非常弱 主要基本上是发出软红外线 所以人眼看不到 你可以想像 如果一个人是发出可见光的时候 就代表着温度非常之高 就很糟糕了 那如何正式再解释前面所说的 火苗的颜色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说上面黄色光的部分 它的温度应该会比下面蓝色的火的温度低呢 因为下面这一堆的等离子体 它主要发出蓝色光 上面这一堆主要发出黄色光 那你会看得到 由这个图像 如果是发出蓝色光的话 它更加靠近这个图的左手边 即是说它更加有效地发出更加高能量的光线 相反黄色光的东西 它可能就会比较靠近 即是靠近右手边 所以它只能够是 主要发出一些比较低能量的 红色或者黄色光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一个问题 究竟这个火有多少度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量到 用一些适当的仪器 量到这个的黑体辐射 那基本上你就知道了 但是一般这些蓝烛光呢 其实它有得三四百度 其实都已经很热了 那其实你说一般我们家里 石油气或者煤气能够产生到的火 大约都是八百至一千度左右 所以这个蓝烛的火 如果还有一些不是蓝色的 走出来 你先预设它是一个更加低的温度 好了 在这里我就一下子不讲太多的公式 但大家基本上去了解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就是说 基本上 对于一些因它一路产生热 而去自然地去涌现发光的一些物体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量去一个黑体辐射 看看里面去发出来辐射的成分 哪个多些 哪个少些 然后告诉我 究竟它的温度有多高 有多低 而不需要去真的去触摸它来量去的温度 而中间利用到的一个物理过程呢 就是这个电池辐射的一个辐射的过程 辐射的过程 辐射的过程可能大家听过 不需要有任何媒介的传递 只需要就是说 不要遮挡住它 游得它 直接发射这个光线过来 然后我去量它 那就是一个辐射的过程 我们领受太阳的光 亦都是由一个辐射的过程去领受 那在这里很粗浅地解释了这个火苗 它本身这个火光的颜色 那我们下一节再回来讲一下就是说 那中间有些什么的力学和流体的过程 牵涉令到这个火 产生了这样的形状呢 在一些地球上的火光 和我们在这个太空无重状态的太空站里面 看到的火光的形状 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 就很正常 就这么一样 有限写的 感谢观看